公安牛三鲜是我们公安的传统美食 它里面是有牛肉 牛肚 牛蹄筋 公安牛三鲜也叫牛背三鲜锅 相传是刘光璋节翼的时候吃的 所以到现在的话已经接近两千年的历史 我们这个牛三鲜对牛肉的品质要求非常高 必须得用我们江汉平原的水牛 其他的牛我们不用 它的品质也不行 我们这个牛的用量每天的话是两万斤 一头牛我们只选用它的前腿部分 大概就是七十斤 所以我们一天用的牛的数量大概在三百头左右 别小加这么多牛肉 这一盘的话我们是二十五斤 这一排的话就相当于一头牛的 我们每天牛肚的用量打底的话是一万斤 这一个牛肚的重量大概在十斤左右 所以我们每天得用一千头牛的牛肚 而且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们这个牛肚的品质非常高 都是牛的这个金钱肚 这个牛蹄筋的话我们选它也非常讲究 一定要选用公牛 而且是牛的后腿部分 前腿肉后腿筋 所以这个牛蹄筋我们一共要把控好 这是我们全各种炒锅 一锅的话要炒两百斤牛肉 五十斤牛肚 五十斤牛蹄筋 因为牛三鲜的话是我们公安的特色美食 所以公安做牛三鲜的特别多 我们是目前公安产生最大的一家工厂 我们每天的话大概是生产三万包的牛三鲜 六万斤 现在我们吃一下湖北公安的这个牛三鲜火锅 看一下都是大片的牛肉啊 还有牛蹄筋 牛蹄筋也是非常大的一块 嗯 肉质非常紧实啊 嚼起来很筋道 在切的时候已经把这个牛肉旁边的那些肥油啊 都已经给切去了 嗯 嗯 非常香 大块的牛蹄筋 哎 酷汤爽滑啊 非常过瘾 牛肚啊 这是牛的金钱肚 嚼起来很筋道 特别好吃